非暴力沟通啊 当你长得好像我一个朋友 你也不要套近乎 No 老铁 No 老铁 你不要套近乎 你有可能还是一个男生 就是你这样套近乎就是 也必不可能 也必不可能 就是让你靠近 靠近我的男人 今天去见 先看到同款的被子 我俩哪有被子 我今天拒绝了有多少 就是撩瘦我哥的私信 你知道吗 我就想 哎呀 那些老骰子 都是不简单呀 噓 在我们没播的这七天里 我收到了三条包养的信息 老骰子确实不简单 就是我在某音 在某红书 还有在某博 都收到了私信要包养 哎 他还就拿到我面前 就是他拿到我面前 他 呃 香啊 看到没有 他说啥 他说四六分 哥 说他站六 他说把我送出去 然后 让我再养着他 他说 他说四六分 哎 不是啊 是他拿到我面前炫耀 他说媳妇 不能说媳妇 就很无语 他四六分 然后要我拿四 然后去去去那个啥 然后再给他打过来六 他说 他说香 你看到没有 你对我好一点 他说你看到没有 这就是我的人气 看到没有 就是某红书的 看到没有 某音的 看到没有 某站的 这都是要干嘛 这都是 看上了我的姿色 你不要养我的 就是 不要养我的 那个小红书 可有意思了 他 他先 他先嫁我 然后他说要 要让我去拍平面 模特 然后我 我高兴坏了 然后嫁我一会 他说 还有一个哥哥 他那根本就不是模特公司 他觉得是拉皮条的 这种就是明目张蓝拉皮条的 我跟你讲 我很无语 但是我哥既然拿到我们一些炫耀 你知道我说啥吗 哥那怎么就四六分吧 我拿六 你拿四 四六分还算你有点良心 没说 但基本 毕竟你付出了一些 就是精神上的对他的慰藉 别说 和身体上的辛苦 别说了 小小说的是人话 小小说的是人话 你拿给我炫耀 你自己直接 拒绝了不得了 他还非得拿到我面前炫耀 然后让我去拒绝 然后我一个一个 给他们回复 谢谢 谢谢雪月的节奏风暴 我一个一个回复 谢谢 对不起 已婚 对他就回了个已婚 已婚 然后回了已婚 还继续聊 不是有 不是让他有危机感 是那不播的那七天 我俩其实在家 打扫卫生也很 也很累 就是找点乐子 我就是我们家的乐子的来源 你知道吗 咱们家的帖子 就是如果你是女生 收起你的危机感 明白吗 收起你的危机感 你如此的优秀 你如此的独一玩 你如此的完美 你为什么要有危机感 给大哥说一声 咱还拍一个平面吧 你要明白 今天的你 是为自己而活的 不管什么时候 你都是最好 危机感 这种东西 只能别人有 你不能有 大哥那边还有没有平面膜 咱有 来 不能说 你懂吗 不能说 先开口的那个人 就输了 既然还很无疑 牛逼都让你吹 如果你家老爷们 在你面前 吹 你就跟我学 那咱就四六分吧 行不行 毕竟你辛苦 但是我得拿六分 因为我可能会 受到一些心灵上的伤害 是不是 那就换一个 没有 会告他 努力 你也会有的 别着急 为什么你们都没有粉丝 这个是不用加 这个是没有粉丝 都排加的是吧 我这是做到 夫妻之间 就是信息透明化 因为这种事情 我第一期看到了 我肯定要告诉他 其实我哥这样做非常好 就是 我们俩平时生活中 开玩笑开始 和以开玩笑结尾 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事情 我告诉他 其实像 咱们在某音直播的时候 会有人问说 说你的微博是多少 或者说 你在 你是在哪里发货 或者什么 或者是问一些 稀稀古怪的问题 其实他就是想套我 让我说出那些 不能说的话 但是我现在就学得很静 我也不会说 咱妈怎么评价了你 咱妈不可能的 咱妈除非就是为金钱折腰 咱妈除非就是为金钱折腰 然后他才能这么说 然后他才能这么说 然后他不可能这么说了 问题是咱们也没有工资 是不是说 扣死你一点 拿那个钱去报个班啥的 今天今天 我已经跟他俩说明白了 就是 哈哈哈哈 我妈请不要从菜仙里磕扣钱 新疆离家出走的话 请不要动用福西共同财产 我离家出走 我一定要住最贵的酒店 我把你给住穷 而且我包月住 最贵的酒店有哪些 是不是什么 什么外号下耳朵那些 是不是 我直接是总统套房 我包包年 总统套房你配吗 总统套房包年多少钱 我不知道 我打扫过总统套房 我今天上本科的时候 我们一块去那个 我们那个济南最好的一个酒店 我设有 我是那个负责那个兼职的头头 然后我们一块去 那阿姨看我长得帅 我跟他去打扫总统套房 总统套房都不用怎么打扫 就是他们都很干净 就只用打扫打扫床 你干个宝洁 还得用自己的美色 就是 因为他们要选人 做一些这种 就是上不了台面的事情吗 没有做什么上不了台面的事情 就是那些阿姨他们选人 我们实际上有五个人 每个阿姨选一个人 然后带着去打扫 然后你同学 还是打扫卫生的头头 不是 他是干兼职的头头 我们还是发布传单 然后他有这个好事 他想着我们 一天给我们不少钱 没有 就是当时见识很正常 然后我就被分到 那个总统套房了 我记得当时阿姨让我自由活动了 我还在那个镜子前 自拍了好几张 总统套房大吗 大呀 就是会有 那我要离家出头 我就开总统套房 我包月 不帮您了 帮您别抱不起 总统套房闹 没事 我反正也不是自己睡 可能就是 我找几个粉丝 我们通宵 我们打麻将 我们在董统套房里打麻将 我到时候会发的朋友圈 我说我离家出走了 然后我发一下定位 咱们家的粉丝 谁有时间 谁来找我玩 咱们通宵去K个歌 然后如果要是喝多了 咱们一起去总统套房 一群人打踢铺 或者是去通宵喝酒 或者咱们一起在 总统套房里打个麻将 咱不打钱 那省得别人说 咱聚众赌博 没有 他说 大家会说 你都分手了 这么晦气 才不跟你打麻将 分手并不可能 离家出走就离家出走 为什么要分手 并不可能 你都吵架了 他太灰气了 不能跟你玩 给我拿个薯片 宝贝 那大家都说行 拿个薯片 大家没有说 那个 给我拿个薯片 不能那个薯片 嘘 是我的 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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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我的 那些阿姨们都怎么吵架的 那些阿姨们都是 都是这么吵架的 就是气势你懂吗 气势 大家有喜欢的怎么委婉的表达 表达就表达哪有什么委婉的表达 你就直接委婉的表达 你就可以告诉他 你说 I have some small money 谢谢BB的加年华卑贱 你直接告诉他 然后他就懂 他要不懂的话 他可能就是 然后你问他 a little try a little try 然后他说don't try 然后你说那行 navado 那边坐点坐高点 不然以后你的腰都难受 我知道你要做CV 没有 我不是那样的宝盒 这英文太可爱了 明明是这个词和句子比较可爱 I have some little money small money I have some small money 就是 要先这样 姐怎么说呢 姐 姐 姐有点想强 或者是哥有点想强 不 那不是 是直接说I have some small money hard work or have fun hard work 还用发什么意思 就是努力还是 整点乐子 不是 咱不能这样 咱宣扬正能量 你可以找找你们学校的表白墙 你跟他表白一下 我之前在大学里就经常上墙 真的 真的 我当不吹不擂 谢谢枝子花加入粉丝团 谢谢 真的我不吹不擂 真的 后来 后来我跟西星官宣了以后 就是那个之前有一个就是 我就是之前就是 给我在表白墙上表白的一个女生 微博给我发过私信说 怪不得你不答应我呢 原来是这样 哈哈哈哈 可尴尬了 我没回忆人家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尴尬的吧 就是就算是帅哥给你表白 也没有成的必要吧 就是就算我哥就是 不是 不是 不是说只喜欢男生 就算他喜欢女生 就是 对一个人没有感觉 就是没有感觉 清清可以让位呢 我让位了他也不会喜欢你的 你明白吗 你知道追求他的帅哥有多少吗 这种东西就是 追求我帅哥不多 追求我的 又有钱长得还帅的 特别多 不是 追求我的平面杂志编辑很多 就是 谢谢 谢谢徐送到 谢谢徐月 谢谢徐月的李花 我俩现在大门不出 二门不进 做一个大家闺秀 做一个合格的大家闺秀 就是如何走进一个男人的内心 然后牢牢的把他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今天他还 这门学问 今天他还在家里哼 哼气 说什么 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就过上蜗居的生活了 我说 你就 你就那个啥吧 我说你就庆幸吧 有我这么帅气和这么体贴的一个妈妈陪着你 然后他说他要离家出走 我 不是 我都 他们不让我出门健身 他们说就是最近就是都不太那啥 就是大家还是尽量少出门 因为我们因为家里现在暂时就是只有妈妈打了那个嘛 我们俩都还没弄 他是不能打 然后我是准备准备这两天就赶紧去打 然后我哥就不让我出门 谢谢好运来的吃瓜 你别捏这个水 你捏得胖胖胖 你捏不出耐生啊 你捏不出耐生啊 你捏不出耐生 我刚刚起床的时候吧 我喝了一瓶那个 等等为什么不能打 哦哦哦 我以为你说我为啥不能挨打呢 我还想着我挨打还少呢 我不是那个强植属于自身免疫类疾病吗 自身免疫类的疾病他不让打 干啥 我给你掺掺 我让你有安全点 我的追求者 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还挺远 其实 其实还能排到哪 就追我的人从这里排到法国 还不行 那追我的人呢 这几人不就是那几个 有一点死毛妈腻的 就是老赛的吗 谢谢我们敬秋弟弟 谢谢敬秋弟弟 就是我以前 就是 互换身份的时候 我都没有完全放开 就是我哥的样子 我都没有完全给你表现出来 我像包袱可重了 就他平时在家里的可能就是 他平时在家里的时候 我可不重啊 有的时候拍不好的时候 那个星星都会要求拍第二遍 因为星星的美颜掉了 就得再重新拍一遍 哎 妈快看啊 妈 妈 在上班上坐会儿吧 就想起我们跳沙发的时候 我觉得跳沙发的时候你太死了 其实我们跳沙发的时候 我提过这个事 不是 不是 他没捡进去 然后那个 那一条我没捡进去 我怕别人 妈说上次是沙发 他怎么挤进去 就是跳沙发的时候 我说这个我做 这边你做 然后我心问妈做哪 我说再挑下一个吧 就是 就我怕别人骂我俩 你知道吧 就是我 那一条我就没敢往后 没敢往后加 我说哥 我当时就是问他 我说咱妈坐哪 然后我哥说 还算咱妈的事呢 我没有 我说咱们去挑下一个家 双人沙发 终究是太急 无许 好 好 他俩是亲儿子 我感觉升线哥像亲儿子 不过今天妈怼他了 妈怼我 我当时就 瞬间我就想着 我要离家出走 而且我要大张旗鼓的离家出走 我都让你俩知道 然后我还全程我都给录下 妈人家咋怼的 你俩 我全程都录下来了 你们等着我捡 捡上去 就是搬了新家以后 我偷偷的全给他们录下来了 就是他们让我生气 气 气我 就她 还有那个美丽的女人 她俩 我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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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住超级豪华大宾馆 花你的钱 她现在都学经了 她前几天说 出去离家出走 我说 我说只要别花咱俩的共同财产 你想出去 就住车里都行 然后 行行一听就急了 就开始耗我头发 可气的 脏脏有无数种方法可以治 你看 思思姐说的就是 很好 脏脏你哪有钱 都是星星的钱 不是吗 你看你看 花四六的那块钱 哈哈哈哈哈哈 就那个 那个梗就咱就过去吧 那个梗就过去吧 四六的那个梗 咱就过了 咱就过了 过了不腻了 我跟你们讲就是 我们俩人相处 就是从来不会因为那些 就是吃不吃醋方面的 这种事情生气 因为我们俩是透明和公开式的 就是任何事情 我们俩都会透明公开化的聊天 而且会以开玩笑的方式 把这件事情带过去 就是这些事情 对我们俩来说 其实就是生活中的调味剂 就是这一刻他就想 故意用这件事情 让我吃醋 所以他就以开玩笑的方式 告诉我 既透明公开化 就是我们俩之间没有命 我跟你说 真正那些能让人生气的 都是说不出来 都是不能说的 而且都是被查出来的 被偷偷发现的 那种事情 才是真的会让人 又生气又伤心 而且还不知道去怎么交流 可能两个人就会冷战 就会有芥蒂 我那天听你说 我那天听你说